探龙 精彩继续 探龙 第587章 这人动作极快 双掌击中国恨之后并不停留 反而滴溜溜已转身 一把抓住吕筐奴的肩头 一提一甩 吕筐奴就被甩了出去了 正好落在腰刀腾冲面前 腰刀腾冲急忙接住 吕筐奴总算逃过一条性命 这时那轻衣人才飘然落下 稳稳站定 正是一直潜伏在暗处的 蜡手毒心李狂岚 要说这李狂岚也是个传奇人物 年轻时曾夺李家主事人之位 直接在李家掀起了腥风血雨 随后又学了一身毒术 化身李赛陀 藏身杨家平 生生混成杨家平六老 又在中南山礁石谷 威震群雄 要不是杨子出现 坏了他的计划 搞不好已经成为六门贡主了 但他和郭恨比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这一掌虽然击中了郭恨 顺带救走了吕筐奴 但却并没有重伤郭恨 而且 郭恨身上的巨大反振之力 反倒是让他的双手一阵阵麻痹 郭恨也猛地愣住了 就在郭恨第一次在清醒的时候 被人家击中 还是胸前要害 虽然即使用禁忌护体 没受重伤 但还是蹬蹬蹬连腿三步 一时间有些发懵 看了一眼李狂岚 根本不认识 当下更是诧异了 李狂岚虽然在表面上 站了上风 实际上却是吃了暗亏 但表面上一点又不显露 双手背在身后 笼罩在长袖之中 一派悠闲自得的模样 心中却是暗暗叫苦 这郭恨果然厉害呀 果然不会是神的后裔 郭恨厉害是厉害 但除了杨子 一直没人知道他的来历 就连当初杨奇修 估计也只是隐约猜到了一点 李狂岚是如何知道的 这神的后裔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还得从李狂岚 到了海边渔村开始说起了 自从三方联盟 来到夜叉台村之后 李狂岚并未露面 而是一直潜伏于暗暗处 甚至杀了一个渔民 化妆成那渔民的样子 混迹在渔民之中 被一起关在海眼洞中 他一开始并没想到 郭恨会出现 之所以混迹在渔民之中 是为防止杨子会出现 救走渔民 苏岸盘打得不错 对于杨子等人的心态 拿捏得十分之转 如果杨子等人活着出来 一旦得知 第一步肯定是救这些渔民 毕竟他们最不希望 就是拿普通百姓牵扯进来 何况这里关的大部分 都是老幼妇孺 如果杨子等人真的出现 必定会中他的埋伏的 但他没等到杨子 却等到另外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呢 夜叉台村 原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摩羯渔村 实际上铁口神算公孙天机 告诉杨子 有关于何孝痴的行踪时 也是说这个渔村 叫做摩羯渔村 而不是夜叉台村 那摩羯村 为什么后来改名叫做夜叉台村 这摩羯村这个名字 又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这个海眼石洞 传闻这海眼石洞的深处 有一眼泉水直通海眼 在之前这个地方 还没有成为村子之前 经常会有海底的恶魔 顺泉水而出 围惑附近的渔民百姓 最严重的时候 有一二十只来自海底的恶魔 横行在海面之上 不但渔民们被残害 就连过往伤船 都会被拖入海底 这一片海面 成为人人弹之色变的海上禁地 被称为死亡之海 甚至一度军队插手 但奇怪的是 军队一来 那些海上恶魔 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军队一离开 他们就又全部出现了 继续肆虐人间 这直接所有的渔民 都不敢再到这片海域捕鱼 那些商旅船 就算多绕几百海里 也不会从这里经过 直到有一天 从这泉眼之中 跳出一个人 一个自称叫做摩羯的男子 这个男人是个天生的畸形 他两只脚上 分别有七个脚趾头 而且他的脚背上 生了一个巨大的毒瘤 毒瘤压迫他背部神经 导致他无法将身体直立 只能弯着腰 几乎把头压在胸前走路了 而且这个自称摩羯的男子 相貌生得也十分丑陋 宽脑门大小眼 高低眉塌鼻梁 脸上三丝刀刀疤 一张血盆大口 配上一口参丝不齐的牙齿 再加上他天生畸形的身躯 简直丑到令人恐怖的程度了 但就这么一个丑陋的男人 也是海神一般的存在 这个男人出现的时候 除了说自己叫做摩羯之外 还自称是神的奴仆 说是神派他来这里 帮助大家铲除之前那些 从海眼中逃算出的凶险之物的 而事实上他也做到了 在前后不到三个月时间里 那个摩羯就将海面上一切 危及愚民性命的凶险之物 全部斩杀 这里面包括一头巨大的银色电脉 一条生长着十二根 粗如大腿般触手的大王乌贼 四条满口獠牙形如恶鬼的大鱼 还有十几只长着一只眼睛的 幽蓝色水母 将海面归于平静之后 这个丑陋男子并没有离开 而是帮助附近的渔民 从此安居乐业 使此地形成一个渔民落脚点 形成一个渔村的初步形态 而且这个丑陋男子 还教大家如何获取更多的渔货 说也奇怪 只要大家按照他所教的办法 总能比平时多收入许多的渔货的 这让大家迅速聚集于此 形成真正的渔村 大家忽略了他的丑陋 尊他如同神明 为了表达对他的尊重 就将村子命名为摩羯渔村 直到有一天 一个叫做郭恨的青年到来 这一切都在一夜之间改变了 那郭恨自称是神的后裔 是摩羯的主人 就在那块夜叉台之上 逼着摩羯跪在他的面前 说要惩罚摩羯叛逃之罪 并要摩羯交还什么六芒神珠 摩羯真的跪下来 一个头又一个头地磕在石台之上 脑门都磕出血来 可郭恨却不依不饶 说摩羯交不出六芒神珠 就得以死谢罪 不单单如此 摩羯所统领的渔村 所有百姓 都有私藏六芒神珠的嫌疑 一个都不能活 摩羯无法接受这个条件 在要求不牵连百姓被驳回之后 毅然反抗 与那神的后裔 就在夜叉台上 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您刚才听到的事 由喜马拉雅 下集更精彩